這間公司是全球百大汽車零組件供應商 在全球輕型車銷量的8100萬輛中 終端觸及率將近50% Hi 大家好 我是阿信 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正理性》 今天要跟大家繼續來聊產業 前幾集我們在聊未來的趨勢 有一個未來趨勢的產業就是電動車 未來預估電動車的試占率只會越來越高 電動車這個產業也會越來越好 所以帶動的概念產業其實很多 像是我們前幾個禮拜講的被動元件 需求量就因為電動車的關係越來越高 那我們今天要來聊的產業 絕對也會因為電動車試占率越來越高 需求絕對也會增加 就是電動車電池產業 好啦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先幫忙按讚 才能讓更多人看到阿信的影片喔 大家可能不知道一台電動車的成本 最高的其實就佔它的電池 它大概佔了3到4成的成本 電池可以說是一台電動車最重要的心臟 那我們要先了解到電池的市場 首先我們就要來瞭解主流的電動車電池是什麼 現在最主流的電池分成三類 鋤離子電池 燃料電池 以及鈉離子電池 目前使用量最多的就是鋤離子電池 鋤離電池它具備的可以容納高電量的特性 原因是因為鋤它是作為金屬化學元素中比較輕的元素 輕的話就代表同樣的體積中能塞進更多的金屬元素進去 能儲存的電量更多 那麼鋤電池我們可以把它拆解成幾個部位 正極材料 負極材料 隔離膜 電解液 電池外殼 其中鋤電池可以分成傳統的液態跟新型固態 一顆鋤電池每公斤從液態的250W 到新型固態的電池可以到每公斤400W 而每1000W連續使用一小時就是一度電 而每度電用在電動車上 可以讓電動車跑大概5到6公里左右 我們的電動車電池通常都超過500公斤 大家可以算一下 這樣的電池容量 可以讓電動車跑多少公里 其實真的是科技的結晶 除電量相當驚人 這邊補充一下 鋤離子電池會因為正極材料 區分成更細的幾種電池 其中最主流的就是三越鋤電池跟磷酸鋤鐵電池 那麼現在鋤電池是主流 不過新的趨勢是在研發鈉離子電池 原因是因為納的資源在地球高於鋤400多倍 而且分布比較平均 鋤的話它大多分布在南美洲 但是納離子電池能量密度低於鋤電池很多 目前只能夠供應一些低速車 或是一些電力儲備需求較低的設備 那雖然很多公司現在正在投入研發納離電池 但是要把它放在我們現在的電動車上 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的發展 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電動車的電池產業鏈 以及產業鏈中的幾個相關個股 以一顆電池的成本來估算 正極材料成本大約佔了29-50% 而負極材料大約是10% 因此接下來就來分別做介紹 上游的部分主要是以原材料為主 像是剛剛提到的正極材料 所謂的正極材料依據原材料的不同 可以分為磷酸離鐵電池或是三元離電池 猛酸離電池 孤酸離電池 那佔全球新能源車裝機量的比重是高達99% 而正極材料的功用是決定了電池的能量密度 以及安全性 它進而會影響電池的綜合性能 台灣相關的公司就是 美琪瑪以及康普或是利凱為主 那至於負極材料 主要功用就是決定了電池的充放電效率 以及它的循環壽命 像是中碳或是熔碳 就是大家很常聽到的負極材料公司 不過這邊來跟大家補充一間 同樣也是負極材料公司 碩盒 這間公司的過往主力產品是太陽能的導電漿 但是公司也針對電池材料研發超過10年 目前跟鴻海集團的熔碳是做策略聯盟 發展電動車的細氧腹肌材料 由於有優質的性價比 以及快充腹肌的產品 市場預計電動車相關的營收 也可以在今年有虧轉移 最後電池上游的原料 還包含做隔離膜的明基材 以及做電解液的聚合等等 介紹完上游的電池原料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棕油 棕油的重點其實就是 將一顆我們所知道有正負極的電池做出來 但它的名字是電芯 透過原料混合、乾燥、分調等等的程序 做成正負極後 投入電漿封罐就完成了 那目前市場上的電芯 亞洲佔比是最大的 歐美也大多是仰賴亞洲出廠的電芯 其中大部分來自日本跟韓國的廠商 台灣目前主要也是仰賴國外的電芯資源 那中國因為電動車的市場龐大 也有電芯廠商投入 大概簡單舉幾個例子 日本的Sony、Panasonic、韓國的Samsung、LG 中國則是特別提一下寧德時代 因為寧德時代的產能增加速度非常快 那麼台灣目前因為鴻海推出MIH平台關係 也投入了這一條電池新的中油產業鏈 鴻海在高雄打造了台灣電芯研發技適量產中心 有望在未來可以在台灣做出自己的鋰電池產業鏈 再來來到下游的部分 主要是在做電池模組 電池模組就是將我們剛剛中油完成的電芯加上電路板 組合過後就是了 而電池模組的關鍵在於 智慧型的模組管理跟電池老化的偵測 那另外模組還可以分為電池單顆模組 以及電池串連模組 同樣一個電芯可能因為不同OEM的廠商 做出來的模組不同 效能也會有所不同 像是散熱更好 電池偵測上可以明確的告訴你現在電池的壽命 或是可以準確的換算里程數 像是我們剛剛提到日本的Sony Panasonic 韓國的LG Samsung 還有中國的BRD等等 這些廠商除了做電芯之外 也有參與下游電池模組的製作 那麼下游的電池模組廠 以AES KY以及新勝利這兩間公司比較有代表性 不過目前AES KY針對電動車電池的部分 還在送樣當中 預計要等到2024年才有辦法貢獻營收 至於新勝利則是在儲能系統以及電動自行車這部分為主 介紹完整個電動車電池的產業鏈之後 阿信想要補充另一個雖然不在產業鏈中 但是跟電池息息相關的產業 就是電池管理系統 一台車不光光只靠電池就會動 還需要有相關的配套措施 那在過去電動車三不五時就會聽到火燒車的情況 多數的原因就是因為電池的熱失控引擎 所以電池安全是一個很重要的注意項目 而所謂的電池管理系統 指的就是將電池維持在安全高效的範圍 並且透過智能溫控系統加熱和冷卻 讓電池維持在最適當的工作環境 如果以電池佔一台電動車的成本將近4成來說 電池管理系統的成本佔比 佔了電池成本的15% 也算是非常高的佔比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關鍵的電池管理系統IC 大多都是由國外大廠所佔據 全球前六大車用廠 像是恩智卜、瑞莎半導體、英菲林、德儀、伊發半導體 或是Microchip 就南瓜的大約市場九成的市佔率 那不過周遭產品 台灣還是有公司有打入 像是台達電提供車載充電器 直流併壓器 以及驅動馬達和驅動馬達逆變器 相關的電動車電力系統 主要功能是轉換和控制電力 並且優化電源管理 此外像是電動車的充電樁 它這部分預計今年也可以有35%成長 另外像是反甲的電池管理系統 內部高壓連接器 就出貨給比亞迪以及寧德時代 其中寧德時代也是許多電動車電池的共用平台 另外比亞迪也是中國銷量第一的電動車廠 或是像貿連KY 它是TESTA電池管理系統限速的獨家供應商 目前也有接到新創電動車品牌 像是Luciair以及Rivion的訂單 整體的車用營收佔比也將近20% 算是台股相當純的電動車概念股 這間公司原本的主要產業是以電線電燃或是鋼材為主 但是在去年5月的時候公司決議赤資2.25億歐元 購入CAS的70%股權 CAS是義大利不鏽鋼棒及盤圓大廠 它生產高質化特殊鋼種 主要應用在汽車、油氣、航態、醫療跟機械加工產業 由於車用的鋼材 它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獲得車廠認證 Instagram併購CAS之後 也就代表公司開始切入汽車這些高端產業 此外公司在去年4月也宣布向青山集團購入印尼蓄日50.1%股權 計畫興建年產能5.5萬噸的高冰涅產線 另外在8月5號再次宣布取得印尼尾創金屬29.5%股權 同樣是計畫興建5.5萬噸高冰涅產線 而這個高冰涅它正是三元鋰電池當中 正極材料硫酸涅的原料 因此華興的這項併購計畫也代表打入了電動車的電池市場 公司過往的產品是以自行車零組件為主 2017年由敏石集團入主之後 公司就開始往汽車零組件發展 目前主要業務是車用鋁合金的零組件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敏石集團 這間公司是全球百大汽車零組件供應商 下游客戶包含B&W、賓士、通用、奧迪、福特、Toyota、現代 在全球輕型車銷量的8100萬輛中 接近4000萬輛都是使用到敏石集團的零組件 終端觸及率將近50% 那目前精確的重點產品是電動車的電池盒 下游的出貨客戶包含寧德時代風潮能源以及小鋒汽車 而電動車的電池盒的這項業務的毛利率 比原本他的產品還要來的高 因此在電池盒的這項業務未來擴大發展之下 也會讓公司整體的產品組合變得更好 那不過根據市長聽到的消息 公司可能會在今年3月的時候辦理現金增資 增資價格預計是在35元左右 所以說在現金增資之前 可能股價會受到一些壓抑就是了 在上一部被動員間的影片有提到 車用這個市場就像是一個長期飯票一樣 原因在於車用產品它是基於安全性的考量 所以相關零組件不太容易會被更換 但也代表外來廠商要去跟原本的供應鏈競爭的難度就比較高了 所以就如同華星或是金雀或是國具一樣 都是透過併購或是結盟的方式來打入電動車的這個龐大市場 畢竟未來幾年電動車的這個市場都是雙位數的成長 甚至蘋果未來可能也會考慮進入電動車這樣領域 這樣同時也可以讓這個市場越來越大 那今天這部影片我們先從電動車的電池來做介紹 下一部影片我們會來介紹鴻海的MIH平台 就請大家拭目以待了 最後阿信還是要提醒各位不管是外資還是本土投庫推薦的股票 這個只是一個參考 操作的過程中我們還是要不斷的去觀察 去找尋好的投資標的在哪裡 那希望今天阿信在這邊做的分享可以對大家有幫助 有問題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喔 阿信的頻道在每個禮拜一到禮拜四 都有分享股市的盤後重點整理與解析 在PressPay上也有線上課程提供給各位參考 希望對大家的荷包都有一點幫助 喜歡我們的頻道拜託拜託 幫忙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阿信 陪你一起看看股市分享知識 正理性我們下次見